当地时间5月30日晚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欧盟已就对核实施石油禁运达成共识 将立即覆盖三分之二欧盟自俄罗斯进口的石油 米歇尔说 欧盟各国领导人还同意将和最大银行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排除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之外 并将三家俄罗斯国家媒体列入黑名单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随后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对欧盟各国领导人 在对核石油禁运问题上达成一致表示欢迎 此举消失欧盟自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 在今年底前被削减90% 5月初欧盟委员会提出第六轮对核制裁方案 其中包括石油禁运等措施 但匈牙利斯洛伐克等传言国认为 此举对本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坚决反对对核实施石油禁运 该方案迟迟未能获得通过 据悉 为让匈牙利等国接受最新对核制裁方案 欧盟委员会在石油禁运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 其提出的最新方案计划 只禁止通过海运方式购买的石油 但不对通过管道运输方式购买的石油 做出限制 这让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等内陆国家 可继续购买通过管道运输的俄罗斯石油 目前欧盟方面尚未公布 对核实油禁运的具体细节内容